請教一下周老師 我們怎麼判斷這是逃亡 代表什麼事情 通常常說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有的人說 請說很帶著夢 就每天也在夢 一定在夢 那個有的人就是連日常睡也在做夢 白日夢 那我們現在說的就是說 有一個他是因為 他是住在比較中部 那因為他就是常常做夢 就是這一陣子常常夢 因為再來本身來說 他身體也不太舒服 他這個好像說 我們這個地方要挖屁股 生一個釘子 釘子你知道就是 其實如果在體內應該就叫鹽 他就是一個釘子 就是我們鋁子 再來就是釘子 就很痛 他怕人都咬咬咬咬咬咬 現在好氣好氣就再來就對了 那那個時候他常常夢 夢見說他這個打冠 因為打冠是死 死差不多十多年了 就是夢見 因為他有撞過過了 是十多年有撞過過了 就是從夢見說 他們打冠來說 好像說吃冠就對了 也是說很冷這樣 都沒塞好穿還是怎樣 就是這樣子 而且他這個夢不是一次 是一次好像說 幾天就一次 那因為他住在那個中部 也其實也蠻近的 他現在都有機車 機車站著 要去看 去墓那邊看 那天剛才落後 落後來說的時候 去的時候 那鍋子 喝水喝到 就是那個我們墓有一個墓鍋 那墓鍋 都喝水喝到這樣 整個都沒有 證明說沒有湯就對了 那水康沒有湯 那後來他就去把那個 水康拉拉 水康一湯之後 那個水就都下掉了 那當然也就下掉 後來他心裡面想說 這樣也是怪怪的 那因為這個墓要整理這個墓 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他們家好像他是老二 還有一個大伯 還有一個小姐 跟大伯小姐 連絡一下要跟他們說一下 那就是後來回就跟他們講說 那常常做麻煩 那再來就是他去看 他說我有 我有機車 我有去看 但是他整個都常常 有的含水含咖 那他們就約一個時間 一個時間去看 那約一個時間去看的時候 因為那天沒落後 沒落後 因為可能是 他有去把水康拉上 所以起的時候 好 沒有感覺說這樣有含水的那種 那就這樣子 他們想說要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經常在忙 不然我們就叫老師來看 後來就是我就去幫他們看 那一看的時候 我看那個墓牌的情形 那墓碑的情況 就是說裡面應該是有含水 因為有時候我們看 專業的我們一看就說 這個有含水沒有含水沒有都會知道 所以我說可能是這個樣子 你們看看 結果他們就想說 不然這樣 因為老師只是看 老師沒辦法幫他們搖 那就是要找土耳來用 好那找土耳來用的時候 一個開下去 因為一開 因為他們是撞過骨 撞過骨來說是那個風金紅 是旁邊是要用那個墊子 墊子撞我來 這個風金紅才不會倒 就要撞我來 這樣風金紅在旁邊有空 它這個中間會有洞 是那個那個 聽說這個棺木我把它打開 然後把裡面的骨頭 再放放在金頭紅裡面 對 金頭紅再放在原來的那個棺木裡 就是那個棺木已經拿走了 棺木拿走 因為棺木撞過了 棺木就要拿走 現在就是那個風金紅放下來 旁邊都有藥 那個棺木 棺木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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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棺木中間有棺木 上面再蓋這個 它還要放大底酒頭再蓋 就再蓋 像蒙菇這樣子 戶背後面一個蒙菇 就是這樣做 現在開開之後 那個棺木 那個大底 上面放大底酒頭一個 煙掉的時候 哇 看到裡面 一群一群的那個小蛇 哎唷 變抓褲 對 那個地方 結果 因為你在黑天堂的時候 看到這個 大家都會倒退 那裡就走完了 應該是六七隻走不去 就這樣子 他們就像這樣 就這樣子就跑了 後來 這是好事還是不好 就不好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在生那個鎮 生那個鎮這樣生不好 好了 那就這樣子 後來的時候 他這個鎮後就要蓋起來 因為他這個那種 看就說 一看就知道好像是有鎮水 他就要拿了 一個鎮上鎮 那個土鎮 一個鎮上鎮 鎮不上鎮 因為那個鳳姐媽 就是這樣子 他的蓋是倒蓋的 倒蓋的 你拿起來之後 你的鎮不上鎮 太重 他說 這裡面一定是很多水 因為他的蓋是蓋 那個也是倒蓋的 所以說一定要把它蓋掉 他才把我拿掉 沒有那個鎮不上鎮 還要蓋 把它打破 對 那個蓋子先把它蓋 蓋 蓋蓋 拿起來之後 挖了一個 真的裡面是一塊的水 那個水 是清到 好像很清就對了 後來他說 這個水怎麼會這麼清 怎麼不是我 因為你們知道 它的風景 剛剛就這樣 這是蓋蓋 是這樣蓋 他那個水是 一定要有個程度 它是這樣蓋起來 再倒蓋下去 所以它不是 這個像水蒸氣 它其實不是說水陰暖 不是對上面下去 它是這樣蓋 它只要對這裡水蒸氣 有一點洪吸管的原理 對 吸管的原理 所以它那上面裡面的水 一定是非常清澈 非常清澈 真的感覺說你看到 會覺得那會喝的 我感覺 但是下面的那個骨頭 因為骨灰還黯 我們平常來撞一隻 那個是黯子 它就是骨頭一隻一隻 但是那個骨頭 已經泡在裡面 泡到變像泡了 所以就已經很嚴重了 到後來他做那個東西 就真的要撞 撞起來 還要泡泡 後來他們想說 現在撞起來 說的時候都會去 再度火化 再度浸塔 現在撞起來之後 都會去浸塔 浸塔之後真的出來 出來的人 後來才問他知道 那個骨頭 那個大兄 跟那個小弟 其實他們家的生意 事業在做都不順 都會有一些了解 還要去浸水有關係嗎 對 有關係 因為那個沒有經常 已經會浸水 他就一直進來一直進來 這時候都不知道 結果把他用後 抓睡也沒了 還把他撞過 再度火化 再浸塔之後 大家都很順利 骨頭也好 骨頭之後就餘得好 很奇怪 骨頭之後就真的餘得好 沒有以前 他不是沒去餘 他去餘 現在嗚嗚 他這裡還沒多久了 因為外皮好了 裡面就有那個東西還滴 就滴滴 就再來了 他說他那個鐵鐵頂 沖得很不好意思 他說那沖差不多要 一兩年都沖不好 好特別 他是先火化骨頭放在 沒有 他不是 他本來是骨頭 骨頭放在 他突然 他怎麼還去火化 不然你如果是真的一般 一般是要放冠茶 裡面是人的 那就變硬濕 你如果是泡水 他就骨頭過了 對 我說他也是骨頭過了 硬濕是因為那個濕 就是那個屍體 是有的那種 叫做鵪草 那硬濕就是怎麼樣 那個骨頭好像是 有爛爛的那種情形 所以那個硬濕就是不會爛 因為我們通常 如果我們差不多六年 以上七八年八九年前 撬骨頭要乾乾淨 全部都骨頭 那個所謂的肉 都要完全都要爛完了 硬濕就是怎麼樣 那個肉跟骨頭都要長 照理說 現在硬濕應該會比較多 只是因為現在都火化 不然你看我們泡麵是多少 方偽料錯